如何有效地说服家长 让你做这个抢证 这一点 是很多外国教授到我诊所看了以后 非常impressive 他说他从来你看过人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说服一个病人 就是在这边做的 所以你要知道 这就是贝多芬的核心价值 你认为我是在骗病人吗 我不是 我只是很诚实地告诉他 我认为应该怎么做 有几种做法 要这样做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讲完以后他觉得 你这个人真的懂 而且你这个人看起来 就是忠厚老师 所以他就给你做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initial consultation 有人说你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 制造第一印象 这就是废话 第一印象是第一印象 怎么还有第二次机会 这是闹口令 所以第一印象很重要 你要让你的患者觉得你 第一个 你要很专业 如果不专业的话 你再谦虚都没用 因为他觉得不专业 我怎么可能把我的小孩给不专业做 第二个 你要让他觉得你很诚恳 你不能让他觉得你很滑头 好不好 第三个 你要让他觉得 他把孩子教到这个环境 他很放心 但是这个很放心 都基于前面专业跟诚恳 所以我现在就要用四分钟教你 怎么让父母觉得你很专业 又很诚恳 首先 我都是帮病人先照一项 要照哪几张呢 我们以后会教你 下次会教你 照完项以后 为什么要照这件项呢 因为我要再做更进一步的诊断 因为我今天只是初步看到你的情形 那我这些照片跟模型 我可以帮你规划的很好 那下次你要不要做 等我规划完 你想做你再做 那你如果觉得规划的不够完全 不合理 你就不要做 那规划本身需要时间 所以我就 你不要急着今天问我要怎么做 好不好 因为我如果今天跟你讲 就像是跟你 讲的是不一样 造成你的困扰 你如果没有经验 你就干脆取佛也送他嘛 等到他要做 他不做了 他要把模型拿走 那模型拿走是三千 你如果要这样做 在这边做的话 这个模型就不用去了 就要内涵 所以你做这道手续 都没有花到他办法权 他会同意的 接下来你要跟他解释 大概有几种讲证器 我的讲证器是 金属透明 迷你舒适 透明舒适还有疫情 一二三四五 我要五种 为什么要给他五种 可是我只会一种 因为你如果只秀一种的话 排二病 那我喜欢哪一种 我有听过 你用这个线 我喜欢那个L什么线 你只要秀一样 他就要跟你讲别的一样 我说大部分全世界 大概就这五大种 这五大种都可以 你要去选哪一种 我都OK的 我尊重你的意见 那这五大种有几种优缺点 哔哩巴哔哩巴 那么舒适型讲证器 所谓舒适型的讲证器就是说 他刚刚从里面拉出来 三个月不痛不痒 你又看到他这样 叫痛 没有 都被我消音了 那么我们希望做完呢 能够看起来漂亮 咬合又好 功能美观都顾虑到 外观也要顾虑到 所以从这么乱的 最后做完变那样子 你看他本来嘴巴闭起来 现在下起来很漂亮 本来好像显一个鸡蛋 现在没有显鸡蛋了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是拔掉 因为你不够空间 我们拔掉牙齿 让它排进来 牙齿就变成了 这我了解 但是你刚刚说 为什么嘴唇可以进去呢 我再秀一次给你看 注意看 我拔掉这两颗 本来牙齿在这里 那我等拉进来 排完以后 你们看到牙齿跟这条 肌寸也一直离开了 离开这一段 嘴唇也就跟着塌进来 所以嘴唇就变平 所以就解决你爆痒 排完 叫老板醒来 排完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这是测试 因为这是测试它会问你的 所以你已经预测到它会问你什么问题 都帮它弄好了 接下来呢 下面呢 哇 你牙齿这个旋转 然后接下来一大堆动 这个不要止痒了 血型止痒很贵 你就做矫正把它拐一拐就好了 可是你关一关这个不完美啊 还有缝啊 你在讲什么 你原来啊 你还记得吗 是这么差劲 这么烂 我把你弄完 这样也很不错啦 矫正在第一天 不要跟你们讲 你可以做到完美 只有笨蛋才会说 我讲的可以做完美 天底下没有完美 Nothing is perfect Nothing is perfect 了解吗 所有的治疗都有某一个程度的combo 没有人说止痒可以止到完美 只有谁有罵 只有上帝造物的时候 有照完美 可是你不能这样讲 上帝造物还是不完美 像我就不是很完美 不要说完美 你最后还要再带维持器 因为你不要维持器 还要讨厌 所以所有的事情 你都交代的很清楚 就不会有诚意 所以不管是爆牙 后到 我们都可以经过矫正 做某一个程度的改善 那么在改善爆牙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需要有外在的东西 就是需要有带头帽 还有蜜螺丝 这二选一 二选一 那么 忍耐一下 我们马上行 如果你要选头帽的话 不用加钱 九个小时 那可是他不方便 病人需要 你要拜托你女儿或你儿子 如果你不想 你拜托你女儿跟儿子的话 有一个需要加一点点钱的 就是装个蜜螺丝 加一万 二十四小时作用 你就不用求他 所以 你如果不想求你儿子的话 这个要求你儿子带这样子 这个不用求你儿子的话 你都给我一万块 二十四小时 那我都给你一万块 最后他还会再问一个问题 等一下 你刚刚说的那个矫正剂 可不可以再给我看一遍 百分之九十都会问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张照片 再把它回 这张照片再把它放在最后面 预防他再问一次 而且呢 金属透明 你也舒适 你也舒适透明 还有一切 哪一种 我都可以 哪一种 当你提供很多option的话 你知道父母会问你什么 他一定会问你 这个是妈妈 那医生 那我了解了 虽然他已经google了好多 那请问如果是你的小孩 那你会做 我们两个以前认识吗 开玩笑 我不是我的小孩 因为我不缺钱 我宁可多一万块两万块 做这个舒适 因为舒适嘛 每个小孩都喜欢舒适嘛 所以你跟你孩子出不好 你要走 真的吗 那是没有舒适啊 可不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是舒适呢 因为他没有被绑住 他可以滑来滑去 滑来滑去就比较舒畅了 你被绑住那样不舒服 那为什么都没有被绑住 他是一个开盖子的 那因为这是以前的 现在最新的一个是修饰的更平滑的 叫做迷你舒适型 这就是迷你舒适型 所以如果我要选的话 我要给我女儿的话 我要选这个迷你舒适型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家里环境不一样 你的经济状况跟我家不会很相同 所以你如果要用便宜的也可以 那我没有意见你自己选 你说谁 只要我们经济中的话 我就给他做这个 儿子我可以做这个 女儿我可以做透明的 你说谁啊 心里不爽 你了解吗 你讲话的时候 你在里面又有一些 考验 每个人家里的状况不同 像我不在乎钱 如果是我的小孩的话 我当然给他选这个 女儿给他选这个 但是我这个人不强制每一个 每一个你自己衡量 你的经济状况 好不好 什么衡量的经济状况 儿子我给你最好的 每个妈妈都要给儿子最好的 所以给儿子最好的 你最好的 今天的作业 回去做一做 下次给我这个 第二次 我们要教你开始怎么做诊断 因为你已经会黏 会上线 下次我要告诉你 这段跟治疗计划 非常非常重要 还没有 最后我要送给各位一句话 在你回去之前 我们这个世界变动得很快 事情一直在改变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今天会把我以前 印尼亚纳学的东西 全部丢掉 来学一个Demon 因为事情一直在改变 有一个人说 Gordon B曾经讲过一句话 假如你不喜欢改变的话 那么你更不喜欢那些 跟你不相干的东西 可是我要告诉你 不相干的东西 今天你觉得不相干的东西 明天可能就很相干了 因为当你周围的诊所 都会做一些 比较先进的技术 只有你还固守这个 你会被淘汰 那时候你就知道 有多么不相干 会变得很相干 所以你不要以为 很多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我假设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还要跟你学啊 你试看看 当周围的人都可以 一两年做得很顺利 而你做得呱呱叫的话 就会对你很相干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我要送你的是 There are no secret cards 没有什么神圣的牛 神圣牛 圣牛的意思在美国就是说 神圣的教条 神圣牛啊 Only make a good hamburger 只能拿来做汉堡而已 你不要以为 你以前学的那些教条 你要把它蹦在那里 都不能改变 十年前我们觉得 不能这样做的 十年后都被推翻了 我想子雅也是这样 矫正也是这样 不要以为 拿十年前你做矫正 就是这样做 没那回事 现在很多规矩都被破坏 这就是Gudengy讲 没有圣牛 圣牛只是拿来做hamburger用 你不要把它抛开 你要把那些以前的教条都抛开 不然 其实你很危险 尤其你开的诊所 越大 越危险 当人家发现 人家都可以做很欠进 只有你不行的话 你会被淘汰 我非常感谢 你今天坐在这边 听我三小时 我们下次见 希望下次来看到你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